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人张宇东 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周明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好了 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让我闺女报的名 她透着我来的天经啊 说找个工作 说是她男朋友给找的 我不放心 我来找她来的 她男朋友跟我吃过一会饭 她说话吧 说的也太不靠谱 丁根吧 俩吗 俩个真实工作也没有 我都实在不愿意我闺女跟她出现去 让她回来妈妈在家瞪着你 这是从一个母亲反对的角度开的题 帮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伯 24岁来自陕西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宁 21岁来自河北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那个小片上是你母亲是吧 对 听口音应该唐山的是吧 对 两位认识多久了 谈恋爱多久了 我们认识有一年了吧 因为当时在天津有一个展会 我在这边是个执行 她是个礼仪 然后就开始交往 交往感觉还不错 然而我在唐山上大学嘛 她在天津上大学 因为异地在一起可能有点不方便 刚好我是大三科又少 然后她就跟我说 在这边要不然给我找一个工作 然后我就瞒着家里边来找她 等于来天津实习 对不对 对 稍待手着跟她谈恋爱 小片里好像你母亲很反对哦 为什么呀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知道这件事之后 她又特别担心我 担心我之后就非要来这边看我 我们三个人就也在一起 吃了一顿饭 在桌子上她说的一反话 就是令我妈特别反感 就感觉她这个人特别不靠谱 说什么了 就说人是这个饭店的老板 经理也是她朋友 就各种在那吹嘘她自己 感觉自己有多厉害的一样 吹也不犯法是吧 我吹也是吹得有原则 那是啥 是因为当时阿姨第一次来嘛 我就想让那阿姨 就是多了解我一下嘛 然后就想尽量多表现一下自己 不知道咱最后还让阿姨 你觉得我让人特不靠谱 行吧 我们先不管这事吧 你跟她认识到现在是一年是吧 你们在一起多久啊 七八个月 也不短了啊 依你对她的了解她踏实吗 比如说这件事 有一次就是我们跟我的朋友 在一起吃饭 就刚好那朋友说也是有一个活动 要需要设备上的支持 当时她俩躲闻一下就没躲闻 心识淡淡地说既能给你省钱省事又省力 可是到最后这件事办完的时候吧 就比人家预算的还要多花了好几百块钱 这事整得特别尴尬 当时这事我确实是应成人家了 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 人家就有这事呗 然后我最后就问我那朋友 刚好一步巧的事 人家把它借出去了 这件事就虽然说弄得不好 也是怪我 如果你办不好这件事 你就不要提前把话说得太满 就是心识淡淡地 她俩问就没有问 就一口气就打赢了下来 当时也不是为了你着想吗 好好好 她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什么事吗 就是我工作的事 就是工作也赚不了多少钱 马上就要面临毕业时 就要签那个三方协议吗 到公司人事了解了一下 她说说以为我就是来这边社会时间的 根本就没有说要跟我正式签合同 就当时美赖之前 她跟我说的也不是这样 就也是夸大气词 就是说跟敬礼是好朋友 然后就肯定能给我找一个做办公室 或者是做啥体棉的工作 到现在也没有落实下来 这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就是因为啥 因为当时是确实是让她来 我给她就说你来这边上班 因为我们当时不是异地恋吗 来回我们两个 我跑唐山 他跑天间也挺不容易的 刚好赶上 他就是现在就面临实习 我当时问我朋友 他就说他在这边能上班 我也没多问 我就挺高兴 我就叫他过来了 最后他要签三方的时候 人在这边告诉他说 就是录用不了 把我弄得也挺旧的 但是我最后就给他说了嘛 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 找一份对口的工作也不容易 你就相当于就在这 攒一份经验吧 现在出来多份经验的话 你以后简历也好写照 找工作更好找 你现在有工作了吗 那么多朋友 他现在也没有工作 你那么多朋友呢 就整天跟他朋友一起 就在外边吃喝玩乐的一样 就他有特别的朋友来找他 想让他给他找一份工作 就他那些朋友当中 其中一个就在这儿当服务院 下个月可能就在那家当服务院 一点稳定性都没有 他就整天跟他们一起 就是在外边吃喝 但你说的那朋友都是我以前的发小 他们就是去年毕业 然后找工作 然后上去感觉 就是感觉就不感兴趣 然后就问我 问这边有啥 我说天天这边还行吧 反正挣得也挺多 我说你们要不来看一下 他们就来了 他们三个来了之后 就说你们先自己瞅着 我说就是吃饭了 干啥没钱了 给我说我能帮就尽量帮 因为我这人性格就这样嘛 然后他们就是有的 就是三天打电话 不是 你哪来的钱呢 我就是家里就是一个 给一千还生活费嘛 然后我干兼职 现在销售的时候 你下一步怎么打算吧 我下一步打算 我就现在先 就先一直找这呗 先找实习感兴趣的话 你们俩的事你怎么打算 我买两个事 我就希望他就跟我 留在这慢慢找 反正现在还年轻 反正我敢呀 我挺努力的有干净 不是 你打算干什么呀 你有干净 我不是学的 他们朋友就聚在一起 还想讨论 一共几个朋友 一人出几万块钱 然后头上十几二十万 想干项目 干什么项目 我也不确定 就是我那几个朋友就提议嘛 说一人拿上几万块钱先搞 就说先有钱了 先有启动资金了 就好找了 可现在就跟着了 明明说这靠谱们 他想梦还不知道干啥 就一个几个抽签 都躲大人了 还干什么有之的事 那本来就是现在不得 先有启动资金 再找项目不就顺风顺水的嘛 等你找到项目 再找项目都黄黄赛 是是是 好好好好 我问问啊 你怎么打算你们俩之间的事啊 好好说啊 我提醒你好好说啊 别再吹牛了 好好说啊 认真说啊 就我们俩之间的事就是现在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先慢慢踏实地挣钱 挣钱我又希望他留在这儿 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 我肯定不会让他受苦的 好好 问问他 你跟他在一起受苦了吗 他对我其实这段时间也挺着乎的 挺着乎的 他专签也 我也知道也不容易 但是他都挺特别为我画的 我妈一直感觉我在这边受苦受委屈 就是想让我回家 你觉得你受苦受委屈了吗 我感觉没 没有啊 那你干嘛玩命说 这男人那么多不靠谱的事呢 有些事是不靠谱 但是他对我好 他就是对你好 是吧 但是做事不行 他总感觉我做事就是 总是吹牛了干啥 但是我总感觉 你吹没吹 我总感觉这是 你吹没吹 我感觉我没吹 那你刚才说吹牛不犯法 那我自己的想法呀 你吹没吹 我感觉我没吹 好 你跟人说工作给人落实了实习是吧 咋没了 是不是吹牛 在我这儿不认为是吹牛 什么时候打算娶这姑娘 我打算再过个几年 在这边如果 过几年 想好了说啊 别吹牛了啊 最少也得个两年吧 然后为什么是两年呢 因为我得先在这边稳定了 如果两年你不稳定了 两年不稳定 到时候就看阿姨啦 叔叔啦 对我满意不满意啊 人家要对你不满意呢 不满意自己再努力呗 反正我肯定是不想放弃这段感情啊 女生呢 其实我还是挺相信她的 到底 回唐山发展行吗 唐山是不行 为啥唐山不行啊 因为我父母是希望我回家 回哪儿啊 就是回陕西啊 对你刚才不是留我们天津吗 我就说在天津阵阳发展几年 但是我娶对象 我肯定不能去 去待在他们唐山啊 你啥意思呢 我啥意思 你要娶她娶到哪儿去 你跟我说句实话 娶到陕西啊 在陕西生活了 对啊 那不就更远了吗 以前跟你说过没 没 行了 我说什么都不重要对吧 今天有重要的人 来 大姐 有请 同一闺女嫁到陕西不 不同意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打算呢 我都带我闺女回唐山 我闺女啊 本来是挺老实的一个人 剩她给忽悠过这边来的 哎呀 我记得 我当时跟您说 说到那儿 我感觉也就是 没有那么夸张啊 我当时就主要是想让您 放心您闺女在这儿 她肯定是受不了苦的 她跟我在一起 我肯定有能力让她幸福啊 所以说现在是我们都年轻人 就是说话有时可能是不注意啊 但是我感觉 我说的那些都是自己想说的 我跟我妈说话也是这样说的 你说给我给你找工作 找的工作一个月还不够生活回的 你成天那两个稳定的工作 都找不好 我都不相信你 那我主要就是想 就是让你您和我待在一块 就感情还能好一点 然后这边到时候找到合适的工作 一块在这边发展 先发展那边 不行 那你为什么不能去唐山呢 你去了唐山 又在她妈妈眼皮底下 你不就可以证明自己了吗 因为我在天天这么样见到大学 我朋友也挺多的 什么朋友啊 就始终表着她有 她有特别的朋友 就是我愿意到朋友 还有同学了 啥都在这边啊 以后办点啥事也好办啊 大姐的意见已经放在这了 是吧 对 但是我劝你 我坚决反对 对 我拦斤一句啊 您可以反对 但是孩子大了有时候 您越反对 可能越把她往外推 我的意思就是 你让老师们跟他们分析分析 说一说 您坐这看看 您也别太干预这件事 行不行 我闺女是听话 得听我的话 听你的话 还跑出来七八个月啊 听你的话还得 是让他忽悠过来的吧 行是是 那不管怎么说 人家会忽悠呗 我这不叫忽悠 我这叫口才好 好不好 你这个家伙啊 真是 行您坐着吧 咱不跟晚辈一般见识 拉着咱身份好不好 好 您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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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个人觉得女孩 给你的建议是 在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尽量地 不要再让自己的老妈妈 含辛茹苦 一而再 再而三地为你操心 选择的路 即便是一路荆棘 跪着也要走完 对吧 不要所有的困难 回家跟老妈哭鼻子 更不要在众人面前 需要做选择的时候 一次次求助于老妈 站在你旁边 帮你去做这个决定 这是一个很无能的表现 你自己选择的事情 别人怎么说都没用 所以你自己应该去品尝 它给你带来的所有的结果 包括苦果 你选择的路嘛 对吧 你要有承担结果的责任心 男孩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 不靠谱的人吗 因为靠谱这件事情 代表的是诚实 一个人如果连针都没有了 上面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是假的 而且其实不靠谱的人 本质上其实在混日子 得过且过 想要走捷径 但是我跟你说一句 所有抱着混日子态度 去过生活的人 最后都被日子给混了 你已经24岁了 如果一个人 一直活在面具后面 一直抱着侥幸的心态 在闯生活的话 闯社会的话 我跟你讲 最后倒霉的永远是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真心爱这个女孩 你就要拿诚意出来 真诚一点 走点心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张老师 来 莎达老师 男生 你听过《狼来了》的故事是吧 听过 如果一直活在这个 《狼来了》的世界里面 你觉得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跟你说 继续这样满不在乎 吊儿郎郎的样子 最后害的是你自己 跟人家女孩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用给人家承诺未来 你先看看你自己的未来在哪 你根本没有资格去谈爱情 你连自己都 没有立足之地的时候 凭什么给一个女孩 立足之地呢 去跟她承诺未来 承诺得着吗 然后其次 女孩我想说的是 永远记住一句话 不要把自己的未来 依附于一个男人身上 一定不要切记这一句 没有什么爱情是让你能够把自己的未来 交到她的手上的 我指的未来是整个事业和人生的规划 就算结了婚 也一定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其次 不要为了一段爱情 盲目地追随这个男人 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 除非你已经有了 在这个城市开始生活的打算 我知道你现在享受 这个男人带来给你的虚荣心 因为你也是一个爱虚荣的人 你享受他走到哪儿都可以跟你吹嘘 这是他的朋友 那是他的哥们 因为你也是这样的人 所以也不要全怨他 来到这个城市是你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工作自己解决 不要让别人帮你 内心要充实才能强大 好 谢谢 谢谢莎达老师 这男人多半都会吹你 我也吹 但是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最让人担心的一点是 牛都吹破了 还要死成 所有的牛都是会破的 一旦破了之后 你就变成了一个不成性的 而这种不成性 一旦层层累加 你身边对你不信任的人 越来越多 你的路就越来越窄 你一点都不尊重他的母亲 你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你说口才好啊 你知道你脸上 大大的写着轻浮两个字 当着一个长辈 而且有可能成为自己将来丈母娘的长辈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说 好口才啊 轻浮 人应该真实 偶尔吹点小牛呢 虽然是小幽默 但是一定要切记 不要见了棺材都不掉泪 听见没有 听见啊 为什么他会找你啊 因为你信了他的牛嘛 你为什么会信他的牛啊 因为你内心也虚弱 你说一个男人在你面前说得天花乱坠 一个大三的男生说自己有很多人脉 可以为你介绍到工作 你的第一反应 不是说这个男人他不踏实 你是瞬间你就相信了 你想想看 是你无知 是你浅薄 还是你虚弱 我想三者都有 但更多的是虚弱 我再次强调 单纯和简单是两回事 单纯是内心丰富 但是依然思想简单 而简单只是内心空泛 什么都没有 对吧 你不就是头脑简单的一个人吗 你内心很空洞 你才会被这样的一个男人 给迷住 一个在你面前 对你的母亲都可以不尊重 轻浮地说出话来的男人 值得你依靠吗 值得吗 所以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不是说这个男生就这样 他可以改正 改正之后 他可能还有将来 但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继续保持这种 所谓的单一的 坐享其成的 想要找依靠的感觉 我告诉你 你的婚姻一定是不幸福的 听见了吗 看一个人 不是看他说的怎么样 是要看他做的怎么样 看他对身边的人到底怎么样 好吗 至少 现在不能跟他在一起 就对 我相信可能 对这个女生的这个感情 是纯真的 但是有一点 那一会儿给他母亲 做一个道歉 这样真的不好 就是咱们 基本的这个教养是应该有的 你吹牛 你说我跟同学吹牛没问题 咱们喝点酒吹点牛 我跟女朋友吹点牛 我又不是恶意欺骗他 年少轻狂 你见到了一个长辈来的时候 老老实实的 我相信可能印象会好得多 对吧 女生呢也很简单 没什么 你可以爱他 摔摔跤其实挺好 在摔跤当中学会成长嘛 男生也需要摔跤嘛 人都是这么摔出来的 摔到最后说 哦 我长大了 有一点记住 在任何的情况下 对待长辈 都不可以那样 有点过分了今天 承认自己是吹牛的吧 牛吹得稍微有点大啊 下一步就是 你要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真爱这个女生 你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不能让她为难的 你别让那姑娘为难 女生啊 如果真爱这个男生 你别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最简单一件事 你们可以好 你回你的唐山发展 或者你真的喜欢 天津这座城市 你留在天津 莎娜老师说的 你自己找一份工作 你开始 其实性质不一样 就在这个地方 我愿意到天津来发展 我喜欢这个城市 在这个城市 我愿意为之奋斗 和我因为一个男人 到这个城市 我因为这个男人而奋斗 是两个概念 你们正好在人生的 十字路口 咱把这一步走好 姑娘 今天妈妈也来了 你记住啊 父母的眼光 其实是挺老拉的 所以相信长辈的话 努力吧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听这家老师说了之后 我真是毛塞断开 就是听军一席话 胜头十年数 我感觉我以前 做的那件事 确实是挺不靠谱的 我也感觉到 刚才我那句 说口才好那一句话 刚脱口而出的时候 我一下就感觉 自己说错话了 其实那根本不是 我内心想表达的 然后我在这里 就想给阿姨说 阿姨对不起 刚才是真的怪我 然后就是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我这个毛病 我肯定是 慢慢得来改 不可能一次的 我以后保证不会再犯了 我对你肯定是真先的 我就没有骗过你 我这个吹牛吧 我现在承认 我确实是 有时候就是太爱吹牛了 但是我就是 现在慢慢地 我就会改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记住啊 你一定要记住 不管在什么时候 支撑你的一定是你的家人 所以也请你记住 不管在什么时候 一定做事情 要给家人留有余地 所以你考虑一下 妈妈的心情 你再想想 你应该怎么做 好 两位请回 谢谢啊 妈妈到后面去了 来 请关门 刚才跟女生也说过了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考虑家人的感受 看看他们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来 看他们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波 sah Oka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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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的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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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